哈喽大家好 初次给大家带来的是 宣美在妈妈的发妆 宣美真的非常非常的瘦 然后呢 这次宣美提供的歌 我觉得非常的好听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 然后又是素颜暴击 进行基础的护肤 这次视频里面的 所有日韩妆 都来自 波罗蜜日韩购置的APP 然后这款护肤 我是在小红书上面种草的 听说对豆皮非常友好 是韩国的医美类的护肤品 然后呢我用了一段时间 目前还没看出特别大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味道 非常的清淡 没有那种浓厚的香精味 然后呢让人用的非常安心 使用感也非常的舒适 水是偏粘稠质地的 然后乳液就偏水质 然后呢 用指腹来修正瑕疵 然后呢 我感觉质地比较水润和软糯 然后呢也是 但是当粉底液用 我觉得还是偏厚重了 然后用指腹来修正瑕疵 这款遮瑕膏 我觉得有点显毛孔 但是你上了粉底液之后 用刷子刷开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刷子刷开 除了眼下的遮瑕其他遮瑕尽量不要拍开 再混合粉底也一起推开 遮瑕力度会更好 这款粉底霜的遮瑕力度我觉得算中下 但是粉质细腻和偏水润 所以在秋冬非常的适合 点涂在脸上 由于薛美的皮肤比较白 所以我涂的粉底量有点多 如果是日常的话 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减少用量 然后用一把平头的粉底刷来进行推开 再次用两个肌肉的肌肉 再次用一把肌肉的肌肉 再次用两个肌肉 再次用一把肌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得歇这款遮瑕液是我的最爱了 因为它粉质比较重 所以遮瑕力度比较好 但是相对应也比 这其他的遮瑕液会偏干 然后呢来遮盖一下 刚刚没有珠珠的小瑕疵 然后嘴角的暗沉用平头刷来刷开 然后呢在痘痘痘印底的地方 不要刷开用按压拍打的方式来进行边界的暈染 然后呢这是很多人问我的遮瑕盘 这盘遮瑕盘其实我是不推荐大家买的 因为它有一股廉价的味道 而且不方便携带 而且每一块的质感都不一样 用一滴油滴在手背上混合遮瑕 选取一个明亮色来进行眼下 苹果肌鼻子 额头的提亮 薛美的额头偏圆 中间鼓鼓的 所以要画圆形来提亮 然后提亮一下法灵纹下巴 还有太阳穴的位置 用喷雾喷湿平头粉底刷 然后来把遮瑕刷开 平头粉底刷容易留下刷痕 但是它能更好地保持这个底妆的光泽感 然后呢 所以我使用了平头粉底刷 来推开这些浅色遮瑕 它们的唇山 手法主要是拍打 然后呢拍打为主 扫开为辅 这样能把用来提亮的遮瑕固定在它应该已有的位置 这样子提亮的效果会比较显著 然后进行修容 用粉底刷来将刚刚的修容过度自然 这样子提亮的效果 然后为了效果更明显,我们来再一次提亮 然后依旧是这把刷子,来将提亮的遮瑕刷开 然后我们眼部遮瑕时候记住一定要留下卧蝉的位置,不要遮不然眼睛会显小 然后呢,我们用刷子留下的鱼粉轻轻带过一下卧蝉 然后呢,点一颗宣美的同款全骨质 这款粉饼我非常喜欢,这已经是我回购了,差不多第五块了 然后呢,这款粉饼粉质细腻,而且遮瑕度好,柔焦度也好 缺点就是,壳子太廉价,味噪太廉价,还有容易碎 除此之外,我觉得没有缺点,毕竟这个粉饼还50不到 那我刚刚说这个粉饼很易碎,这是我买错的一个色号 是02色号,粉调,但是很黑 但是我发现它拿来当修容会特别的自然 然后用它来进行眼部的定妆,还有鼻,鼻子打阴影地方的定妆 还有脸颊侧侧面的定妆 然后进行一种,来塑造出一种脸很小又很自然的效果 我感觉这个视频应该也有挺多人说的,我的皮肤的 然后我有看过医生也有在治疗,我是遗传性痘皮 但是经常看我视频的人应该能发现我最近皮肤在慢慢的改善 按照宣美的眉型特点勾勒出眉毛的形状 然后眉头用眉笔竖起来勾勒出眉毛流 然后再选择眉粉的两个最深色 进行从后到前的阴染过度和填充 然后选取这款眉粉里面的最浅色 来进行眼窝的塑造 还有修容,鼻子的修容 因为修眉的鼻头比较长的肩 所以不要在鼻头位置进行修容 要在鼻格膜的位置来进行修容 这样子鼻子在视觉上有拉长的效果 然后鼻子也在视觉上有拉长的效果 然后你一眉的带给人的尝 寻取一个带灰掉的脏橘色进行眼部的打底 然后第一笔下笔应该在眼尾 然后往前后度眉毛 然后有一种拉长眼睛的效果 然后一边带过下眼睛 然后尤其在眼睛尾部的地方进行加深 然后尤其在眼睛尾部的地方进行加深 珠光灯亮开了 用一个浅色的珠光中进行眼尾的拉长 然后陈优自行往前带过 还有叠在眼头位置 然后顺便带过下眼皮 然后陈优自行往前带过下眼光灯亮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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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面也是这个金色 然后呢现在选取眼影盘里面的雅空黑色 然后进行眼泪的拉长 然后也是陈优自行往回带 然后参考宣美之前的自拍和妆容截图 然后用刷子进行边界的暈染 然后用黑色眼影进行上眼影和下眼影的拥接 然后用干净的暈染刷来将冰箭暈染的自然 从珠峰色眼影的暈染更加大概念一些 用眉粉的最深色来把握肠 第一笔最重应该在中部然后往后往前的带过 然后再用一支蓬松的刷子 粘着浅色来进行 若长的暈染过度 然后用粉来过度一些上暗影的边界 咱们眼影里面这两个色的话 若长非常非常好看 让我们若长一下子就浮起来了 然后用金色来提亮一下眼的上方和中央 然后再选取一个浮光的白色眼线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来发不下那个发光的眼水 然后让深色的眼睛液底 眼里睫毛根部放一条眼线 然后按照宣美的眼型来开眼头 用扁平的刷子 沾取亚光的黑色眼影 进行加深 然后再次暈染一下边界 因为薰美的珠光眼影是非常大范围的 然后贴上上下睫毛 下睫毛 剪上两三根贴上就可以了 然后刷上睫毛膏 然后用睫毛夹夹翘 让上下眼睫毛不会分层 然后夹下下睫毛 再刷一下睫毛膏 然后呢 鲜美的眼影眼尾的地方 有点微微的红色 所以我还有眼头的位置有点微微的红色 所以呢 用一只小刷子 淡淡的带过 然后再次加深一下卧蝉 然后将它和后半段眼影进行连接 然后用眼线胶笔 不 这是眼线膏 来进行内眼线的填充 再用眉粉最浅色来 晕染一下鼻影 眼污 还有加深一下人中的位置 然后双色腮红 先用橘色进行打底 再用那个深粉色来进行 中央的加深 然后再用娘家的修容 来进行脸部轮廓的修饰 我脸比鲜美大太多了 我怎么修还是那么的大 然后宣美是微笑唇 所以先用最深色的眼影 那个眉粉画出嘴唇的弧度 用刷子晕染开 然后再用唇刷沾去口红 勾勒出唇形 然后用美康粉带进行唇部打底 然后再用菲露儿进行嘴唇边缘的加深 然后用遮瑕修正一下唇形就可以了 然后后面又是我漫长的凹造型时间 然后如果不喜欢看我凹造型的 现在就可以退出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给我多投币 多弹幕多收藏多点赞 然后去首页给我打分 因为我参加了明星绑装的比赛 还有零个学院里美的妆 希望大家能持续为啥再见 是 然后这个是推广视频 你们去波罗蜜APP 然后下载 然后在搜索栏输入板栏根 就可以领取优惠券 谢谢你们的观看 再见 谢谢